大家好 我是美玲 歡迎您收看第一時間 今天的節目呢 我們先來說一說 美俄撞擊的最新進展 美俄有可能為儀式大大出手 好戲呢 就要開眼 然後我們再來說說習近平和中共的外交特使 前腳剛一走 這國呀 就出事了 最後 我們再來說一說 國內一位脫口秀名人 因為他的某些言論被禁言的事 最後 我們還為您準備了一段精彩的視頻 國內一位開豪車的大哥 對撞他車的快遞小哥的反應亮眼了 所以 請您一定要看到最後 精彩不容錯過呀 我們先來說一說美俄撞擊事件的最新進展 美國的一架MQ-9死神五人機 14日在黑海上空飛行時 遭遇到了俄軍蘇-27戰機撞擊以後墜毀 引發了美俄之間的外交口水震 不過 有美國的官員表示 在看了無人機的影片之後 發現俄機可能不是故意撞擊的 單純只是技術太差而發生的碰撞 俄羅斯飛行員的技術看起來是蠻業餘的 雖然美國國防長奧斯汀在3月15日週三 以俄羅斯防長邵伊古通話時說了一句硬氣的話 美國飛機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領空飛行 但是 美國白宮的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科比說 美國恐怕永遠無法取回這架無人偵察機 他說 他墜落到黑海非常非常深的海域 所以我們還在評估 能否採取回收的行動 也許是沒有辦法 那針對美方的表態 俄國人倒是更加霸氣的表態 你不撈 俺來撈 我們俄國軍人有力量 可以排除萬難去爭取 設法撈回這架美軍無人機的殘骸 一探美軍的最高軍事機密 向英明的領袖普宜尊同志獻上一份大禮 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帕特‧魯舍夫 告訴國營媒體《俄羅斯一》頻道 他不知道俄方能否取回美軍的無人偵察機 但是 一定要去做 一定會想辦法取回殘骸 我當然希望能夠成功 俄羅斯否認該對美軍無人機墜毀負責 並稱美俄的關係已經降至最低點 這次的美軍損失不小 被撞毀的MQ-9死神無人機 是全球第一種裝備長時間高空偵察設計的武裝無人機 最多可以掛載8枚AGM-114地獄火飛彈 和226公斤的激光製導炸彈 作戰高度可以達到1.5萬公尺 MQ-9死神服役以來 多次成功為美軍執行猎殺任務 可謂履歷其功 其中最有名的戰力就包括 2015年炸死伊斯蘭國恐怖分子聖戰約翰 2020年在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 斬首伊朗特種部隊聖城軍司令蘇萊尼曼 這事也讓眾多網友聯想到了22年前的中美南海撞擊事件 該事件發生在2001年的4月1日 是的 您沒有聽錯 就是愚人節的這一天 一架美國海軍EP3型的電子偵察機在南海上空執行例行偵察任務 中共海軍航空兵派出了兩架殲-82型戰鬥機進行監視和攔截 中美空軍之間這種貓豬老鼠的遊戲以前曾經進行過多次 從來沒有出現過問題 但是這一次卻偏偏其中一架編號為8-1192的中共戰機 在海南島東南的110公里左右的國際空域 與美機發生碰撞後墜毀 飛行員王偉跳傘下落不明 後經多方搜尋一直是沒有找到 最終被中共確認死亡 而美國的軍機因為受損後無法返航 只能緊急迫向在海南島淋水機場 這個事件在當時引發了中美之間巨大的爭議 也被中共炒作為所謂的三大入華事件之一 中共堅稱是美方軍機在雙方擠挨著半飛的情況下 突然轉向 撞了王偉的飛機 這言外之意就是美方故意撞的 蓄意挑釁殺人 而另一方面 當時的小布希政府堅持拒絕道歉 最終官方表態也只是使用遺憾這樣的用詞 而且美方表示 是王偉技術太臭又想炫技 做出了危險動作才導致撞擊 並且出示了空中拍攝的視頻 從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王偉的飛機的確是靠得非常近 幾乎是觸手可及 早已經超過了飛行的安全距離 我們可以聽到美方的飛行員不斷地再說 他靠得太近了 這讓中共是顏面盡失 於是瘋狂大罵美方辱華 從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 政府主導的民間反美愛國的新高潮 看來 接下來還有精彩大戲在後頭 美俄兩強為這事已經是槓上了 互不相讓 不但要打口水戰 還要為搶牢死神而大打出手了 我們吃瓜群眾就等著看好戲吧 那麼最終這架死神無人機的殘骸將花落水家 鹿死水手 這個事又是誰對誰錯呢? 觀眾朋友 您是怎麼看的呢?歡迎給我們留言 最近 中東的兩個宿敵伊朗和沙特之間取得了歷史性突破 兩國宣布恢復外交關係 全球娛樂華人 中國在其中的斡旋作用不容小覷 一位沙特官員最新表示 習近平去年12月親自與沙特王储接觸 商討讓北京作為沙特和伊朗之間的橋樑 從而啟動會談 促成了上週的外交和解 伊朗的官員表示 在政治和金融領域都遭到了極度孤立的情況之下 他們期望能夠從與沙特的關係緩和中獲得經濟利益 也就是說呢 被美國及其盟國制裁久了 伊朗現在是狗急跳牆 連死敵沙特也要去接觸了 看看能不能從沙特那撈到點什麼好處 真的是有奶便是娘啊 而習近平呢 剛好在這個時候 瞅準了機會 在美國的傳統勢力範圍中橫插一槓 趁機給美國人下個絆子 也給即將進見的俄爹 普大帝 還有個見面禮 這被外界普遍認為是中共下三爛的外交一大勝利 做到了連美國人也沒做到的事 但是德黑蘭方面是否會遵循既由中國斡旋促成的 伊朗和沙特之間的和解協議呢 美國官員對此表示懷疑 並否認該協議表明了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減弱了 也就是說 你不過就是在搞小動作嗎 無恥加無賴 而且中共的特使前腳剛一走 後腳呢 在伊朗傳統的跳火節當天週二晚上 伊朗再次爆發了民眾的反政府抗議 發信社報導 社群媒體張貼的影片顯示 疫情群的伊朗人民高喊反政府的口號 將頭巾融入火中 並焚燒宗教領袖的肖像 這是伊朗自去年的9月 因為22歲女子艾米尼 被指違反女性著裝規定 而遭到逮捕 並在拘留期間死亡後引爆抗議來的首次跳火節 大批的民眾上街高呼反政府口號 並朝警車扔至煙火 艾米尼的故鄉 撒蓋茲市的民眾高喊 獨裁者去死 據報導 安全部隊動用了催淚瓦斯 首都德黑蘭的抗議民眾在艾克巴坦區 焚傷了會有最高領袖哈梅內衣肖像的布條 這麼看來 不知道是習近平究竟帶給伊朗政府的是好事還是壞事 求伊朗政府此時的心理依然面積 3月12日海派親口創始人周立波在微博發帖 內容是 普京大地 戰鬥民族 為什麼總有那麼一些中國人莫名其妙地 把這些義美之詞送給俄羅斯 就是因為當年俄羅斯蘇聯兒子打老子嗎 就是因為霸占我500萬平方公里大好河山至今不還嗎 當年的兒子已成孫子了 你還把他當老子看 友誼可以 謝妹不要 天文還附上一張地圖 網文寫道 記住這張地圖 終有恢復他原貌的那一天 那才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呀 上述言論隨後被網絡管理員屏蔽 並留下了一句 因為違反相關規定 該用戶已被禁言 就在同一天 中國網際網絡信息辦公室發布了通知 即日起展開為期兩個月的真相行動 除了打擊自媒體造謠傳謠信息 也要整治自媒體製造熱點 播流量 這次的網絡嚴打行動重點是在於社交 短視頻和網絡直播等類型的正點平臺 通知稱要打擊自媒體造謠宣傳 比如編造虛假事件 離奇故事 易造案事件原因 細節 進展或結果 無中生有製造謠言 同時也要打擊那些打著國學經典 紅色文摘等旗號 杜撰老一輩革命家詩詞 或者是言論 士兵人士蔡先生指出 兩會閉幕以後 當局對社會的監控只會是越來越細化和嚴厲 過去10年 他們解決了這些黨內的幹部 對他們的監控基本上完成了 下一步面向前社會 好幾億人 他們有一定的收入 還有一點知識 還想說話的群體 特別是精英群體 在今年人大換屆期間 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其中成立了國家收據局 蔡先生說 中國的監控手段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 說到國內被中共洗腦後 大把大把的挺額跌的小粉紅 也有還保持頭腦清醒的人 下面我們就來一起看一看 這位開豪車的車主 在車子被快遞小哥撞後的反應 大家注意看到最後 車在停車場 貨從天上降 一快遞小哥啊 然後把我車給裝了 下張圖片給大家看看啊 結果在報警的過程當中 讓我跟他聊天 警察交警還沒到呢 跟他聊天 我就問他 你支持俄烏衛衝突 你知道嗎 他說 知道啊 我問你支持俄還是支持烏啊 叫我快遞小哥 還挺真誠 他說 我支持烏 我直接就跟他說啊 哥們走吧 然後我也打電話取消報警了 我就說啊 你要是餓死啊 我絕對餓死你 這三萬多萬錢 百分之百 你一分都不能少 我要全換新的 我就要讓你支持邪惡付出代價 但是因為你支持烏 我不和你 也不讓你出錢 我自己來搞硬 我自己來解決 正義必勝 加油 所以啊 支持烏的人 公開的說出來 大聲的發聲出來 你要相信 這個社會仍然是正義吧 正義的人永遠是壓邪惡的一頭 不能讓他們的聲音 要蓋過我們的聲音 你們都在那憋著不敢說 是不是 那怎麼能行呢 讓讹杂當道 對不對 我今天來 我就穿著這衣服 等會我車要修了 我要去坐公交 我要去坐地鐵 我就要溜達一圈 我就穿著這衣服 我看能怎麼著 我還真不相信了 朗朗乾坤 勒杂 一群邪惡的人 還能把我們給嚇倒 我們文明能向邪惡低頭 看看老兵的眼神 對暴力跟野蠻的蔑視 那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的幕後小編 遠山還做了個總結 看來呢 不管是怎麼說 支持正義和良知都是沒有錯的 好人還是有好報呀 好的 今天第一時間要和您說再見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您訂閱 點讚 留言 並幫助轉發這個頻道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再見